美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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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拿一部手機 跟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是如此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東西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都有用 免費用來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是的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到六十八街 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 便有一份 快點拿一部智能手機 對 我順便買些資生糖激活肌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到六八零六號美顏芳見 好 大家好 由次和Cindy一齊跟大家聊聊 是 濃情醉意 是 有一個星期沒見過 阿先生 濃情醉意 我們其實醉了整個星期 是 是嗎 濃情了一個星期 是 上次我們講的時候 就是講濃情 和醉意的大概 我們大家介紹我們的節目 那個願意是甚麼 你有甚麼想補充一下 我們的濃情是甚麼 醉意是甚麼 濃情 我上次講了說 有我們五輪的情 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還有私生 還有恩情 恩情有很多種 有些甚麼 你想補充一下 你有甚麼意見 譬如說 男女之間的情 上一次我們好像都講了 都包含了幾多次 我們講過 在酒吧裏面的一夜情 是嗎 有講過很多那些男女之間 因為 或者是追求男性或者女性 借酒來到 追求或者 用酒精的力量 來到 和他們求婚 都是一個情 那你又講開一夜情 是 一夜情來講 如果 那些男人 會不會一夜情 吃開真是翻層來 這件事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你自己幻想一下 幻想一下 幻想一下 你如果 你某一天 你真的遇到這樣 即是說 不要說 幻想 想一下可以 你發夢有時候 都不可以控制你自己 發甚麼夢 是不是這樣說 發夢沒有發夢 一夜情 所以我不知道 你是不敢說 不是不敢說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樣 因為我也沒有試過 也沒有這個經驗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有 即是說 見過那些人 或者知道那些人 OK 真是玩開一夜情 真是會 你問我這些事 我真是不懂怎樣回答你 我但是 不是我正經的事 因為她真的沒有試過 不是 你幻想一下 我不敢幻想 不是那種辯論 你不用怕 阿嫂不會打你 不會 我太太好好的 我不會 談一下而已 談一下 談一下 談一下現時的年輕人 現時的年輕人 我就不知道她怎樣 但是我以表面上來看 她們就比較 我們那一代 我那一代 是開放很多 我那一代 是很保守的 我是屬於保守型的 我和太太拍拖 說拖下小孩 是這樣的 不是 你拖下小孩 你老婆她說 媽媽是罵的 會不會 哈哈哈哈 你看到乳殘片多了 哈哈哈哈 其實不是的 我和太太談過這個問題 現在這些小孩 這麼開放 她說 我們那時和現在不同 現在時代變了 我太太這樣說 我再說 有一個也是真人真事 是 不要說名 我當然不會說名 說名被人打死 OK OK 不是 就是說 有一個認識的人 她告訴我 她說 哎呀 她說那些很 她說 即是說 頭腦是很小 很小 好像真的 鄉村到農村到農村 那種性格 這個男朋友 她說當初是女的 女的 她告訴我 她當初她的老公 即是去到她那裡 嗯 這樣就追她 即是說她個人的思想很單純 很單純 嗯 單純到呢 即是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有時候打死她 她告訴我 她說 她說 她老公就追她 追她 然後她老公就 即是說 她是不同地方 兩個不同地方 你說不同地方 不同國家的人 不是不同 是同一個人 但在不同國家相識 OK 她老公就 在一個國家認識她 這樣 OK 她又告訴我 她說 我那時候 真是 她說 發生過甚麼事 她跟她老公 即是說 真是連拖手仔都不拖 她可能當時她老公很喜歡她 嗯 就要回來 即是就要走了 離開她的國家 就要走了 這樣 那拍拖 你也知道拍到 即是 難分難解了 但呢 難分難解到是怎樣 她又 即是 手仔又不可以摸得 肩膀又不可以摸得 她那些 真是媽媽 她說媽媽 是不是那些醫師難教的國家 都不 她不是醫師難教 她不要就 太保守了 不 我再幻想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事 然後她跟我說 她跟我說 還講到一個更經典 是甚麼事 她說她老公臨走的時候 疼了她面朱一袋 嗯 那有甚麼特別事 疼了她面朱一袋 那時候還沒結婚的 沒結婚 她老公疼了她面朱一袋 那時候的老公 那時候是男朋友 還沒 那時候是男朋友 就疼了她面朱一袋 這樣呢 就離開了 即是離開了去國家 那一問定情 她說我一定要加她 不是 我如果說得這件事出來 當然是你想不到會發生的事 ok 接著她就告訴我 接著她說 過了一個多月 即是那些事沒有來 即是她說她沒試過 那些事沒有來 她疼了之後 那些事就沒有來 然後她就說 嘩 鎖了她害怕 又不敢讓媽媽知道 嗯 怕甚麼呢 怕自己有了BB 會不會 哈哈 她真的這樣跟我說 她說 很怕自己有了BB 她說當時怎樣 她說在家裡 晚上又哭又怎樣 她說想起哭 接著她男朋友已經不在這裡 即是離開了 只是在電腦聯絡 OK 接著她說 怎樣呢 今天就跟她 即是說有跟她的弟弟一起 去搭巴士 嗯 她說 她特意在巴士那些樓梯 巴士是有樓梯級 她特意在巴士樓梯級 跳下去 OK 她在空地上跳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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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打算把BB登出來了 她不是那麼幼稚 真的 接著她的弟弟覺得 你做甚麼事 這幾段時間做甚麼 經常跳來跳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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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發生 那 她的弟弟我就想著 會不會你弟弟那麼單純 你跟你弟弟說 你弟弟都會覺得你有了 然後她真的跟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就問她 姐姐 你甚麼事 因為她們相差好像相差 一歲還是兩歲 這個女孩 她當時應該是 已經有20歲了 我沒想到一個20歲又不是8歲 20歲的女孩 她不認識這些 然後她就跟她的弟弟說 她說 姐姐好像有了BB 她跟誰這樣說 她跟她弟弟說 姐姐好像有了BB 然後她弟弟說 不是吧 她弟弟沒有問她 甚麼事發生 她弟弟一下子就說 你這麼隨便 那個男朋友已經不找到你 這樣走進去 甚麼事 然後 那個男朋友打電話給她 她又跟那個男朋友說 她說 糟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懷孕了 那個男朋友問 你懷孕了 你跟誰有錯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她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是你弄得我有了 你還問我 我跟誰有了 你有沒有搞錯 就是她當時很生氣 是 然後她的男朋友問我 我拖有沒有拖過你的手 我拖有沒有拖過你的手 我拖有沒有拖過你 我拖得你有了 然後她說 你忘記了嗎 你走進去吃過我一口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很 你可以說這個是笑話 還是不是笑話 不是笑話那麼簡單 我覺得這個真是 純到不得了的這個女生 可能真是 對這些人生的東西 心理上的東西 心理上的東西 都未曾認識夠 我覺得她 需要多些去瞭解一下 還有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想她相信都沒有什麼 讀過書的 所以對這方面的東西 認識就不是那麼多 男女之間的東西 她又不認識那麼多 人體的心理的東西 她又不認識那麼多 所以會產生這個不大的誤會 那需不需要 好像美國那樣的教育方式 十六歲或者一讀高級學校 都不會十六歲 應該十三四歲 差不多就開始 教育你這一方面的知識 我覺得美國 就早了少少 你說教生理課的時候 或者教常識課的時候 就教少少 這些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讀中學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香港 都讀這個 biology的時候 就是生物科的時候 都有介紹 就是都有教 男女的生理 都有教少少的 就不是教得很詳細 你的年代都可以教這些 這些是當生物科教 而已 沒什麼 但是我記得我 那時候是 是有講 但是我那個年份 可能是差了少少 但是我覺得說 一說 先生一說 想這些課 男女分開 不是 一齊 一齊 特別是那些男同學 是非常興奮的 聽這些課 不是 我們 很幸運 或者很不幸 我當然是男校 OK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OK 我們這些男生 每個都在一起 什麼都說 所以就 Felievement 什麼意思 大家在一起 好像有女生在那時候 說話這麼多 這個故技 我們一些故技 那你覺得 如果是教育這一方面的 如果是男女同堂 來講這一方面 會不會有些尷尬的場面出現 我相信會有 因為你當時這麼小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比如說十四五歲 十三四歲 十三四歲 我十三四歲早了少少 十四五歲 或者十五六歲 開始教育都應該的 十三四歲比較早了少少 好像現在的美國的教育 我覺得就比較 開放得太緊要了 那些 尤其是現在的 民主教育 他們說要將那些 不僅是你剛才說的 那些男女的事情 說出來 還要將同性戀 放進課程那裡 我覺得就有點過分了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因為這個世界 不是個個都同性戀的 我沒有說去歧視他們 但是你不可以將千分之一 或者萬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一的人 說出來給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聽的 這些我覺得是 有些少少 過分了少少 他們會不會想 多些人了解這一類的人 的性格 了解之中 我相信 都不需要放進課程那裡 講的 我就覺得有些少少 過分了少少 偏了少少 激了少少 而且我覺得有傷害兒童的 心理的成分在內 我覺得 這個世界是以自然界的規律而做 不是以不自然的方法來教育 教育下一代的 你教育下一代用這些方法來教育的話 我覺得有些偏激 或者有些不正確的教育的 這個curriculum 你覺得如果有這一方面的課程的話 會不會對未婚懷孕那些有幫助 你說哪一方面的課程 就是說這些好像有性格 性格 我覺得就是 剛才我說的 十二、三歲 差不多 十五、六歲 或者這樣就差不多 或者現在的小孩子 尤其是美國的小孩子 那些 就是早熟 或者 或者十四、五歲 早熟都教育他們 這方面的課程 讓他們知道一下 不要搞亂大陸 聽說 現在美國的很多的中學 都派這個避孕套給他們這些小孩子 這樣就有 有的 這個不是現在發生的 已經很多年前已經開始有了 就怕他們會 學生和同學之間 會搞出那些名字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就已經 預早已經有這樣的 這些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那個年代 絕對沒有這件事 也沒有這件事 會不會浸豬籠 沒有到這個地步 我意思是 我們那個年代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那時候 在香港的教育都算是開放 但是保守的開放 但是那時候 如果真的發生這些事情 真的沒有面見人 我們男校沒有的 你們男校當然怎麼啤都啤不出來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很多男女校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相信都會有的 不過我想黎智不多吧 你當時 我再問一下你 你當時男校的話 會不會約定幾個朋友 一起去看女校 很多時候很流行的 OK 年群結隊幾個 OK 就去放一下 看看 檢查一下 或者隔離 這些很多時候 男校和女校 分分鐘在一個區裡是有的 他是這樣分的 有 我們讀中學 四五年級 四五年級那時候 已經和附近的女校 同學一起約 一起聊聊天 去旅行 你學校給嗎 我們是私人的 不是經國學校 大家認識的 認識的 認識一個時候 介紹幾個一起 聯群結隊 我們去燒東西吃 去旅行 所謂的旅行 就是以前的旅行 去新界的地方走走走 所以你覺得 有時候 你可能分開了男女校 兩邊的話 還容易認識人 都不是 我很少出去的 是你 不是說你現在 是說大眾 因為為什麼 他們的心理是這樣的 覺得說 男女校 他很容易 自己認識 自己優先 你覺得會是這樣 但是我會覺得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 他女校 或者分男校 他會覺得 你女校師姑校 就是 你想找 都沒有那麼容易 找男朋友 所以變得更容易 男校 男校 會去女校 找target 女校 就會去男校 找target 不是 女人 又沒有那麼主動 女仔 當然不會主動 女仔 就會特別 扮得漂亮 穿得漂亮 那時候的學校 尤其是我們這些教會學校 就不讓你扮得那麼多 那些女生的學校 教會學校 長裙要過塞 我知道 但是人家變妝 你不知道嗎 變妝 人家上學那個樣子 放了學那個樣子 就不同了 OK 變了妝 然後馬上走出去 你一出了我學校 就不是學校給別人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 我們男校都很嚴重 我們現在的學校都很嚴重 我們不是說真的那麼開放 但是那些東西 經常都教得 教學方面都很開放的 你說那些 上這個生物課的時候 講的那些男女身體那些 生理課啊 生理那些東西 他都會講得很清楚的 這些反而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剛才說 上課的時候 男生會比較興奮 我覺得沒有什麼興奮 你幾多歲開始學 偷偷你去喝酒 我不偷偷你去喝的 我小時候 其實我七八歲八九歲 我已經開始喝少許酒 那時候 沒有說 二十一歲以上有喝酒 或者是走後駕駛 我們香港哪有駕駛 那時候 哪有車 十一號車 香港都不需要車 因為我們家 每一次 譬如說 過年過節 派對的時候 我在我的姑媽家 他們請客 一大圍桌 坐在那裡 他們喝 那時候喝的 是 鋼一 我又獨特 珍小姐在我的七起上喝 嘩 我覺得很香 原來這樣學回來喝 是啊 那時候開始慢慢喝 挺好喝 那時候是喝少許酒 那時候怎會喝醉 那時候怎會喝醉 不是喝很多 滴少許下去 將那個酒 將那個汽水 加了一些酒味 那時候喝 真的很香 那如果是這樣 喝 會不會喝了 會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多極有限 那時候小孩子 不會太多 但你慢慢慢慢會長大 你現在是為了 你那個年齡一百歲 那你又到九歲 十歲 或者你到多少歲 你就 我直接喝醉 我不加那些東西 我通常都是加汽水 那時候不懂喝酒 混了汽水 會好喝很多 那時候是喜歡喝甜的 不喜歡喝那麼辣的 不懂喝 但現在不喝甜 現在不喜歡喝甜 因為甜的酒 沒有了酒味 尤其是喝葡萄酒 如果你是甜的話 喝下去 我覺得 甜有兩樣東西 不好的 就是糖分太多 對身體不好 第二 糖分多的時候 很容易醉 糖分會令你容易醉 那再問一下 喝葡萄酒 喝紅酒的文化 OK 通常來說 那些人喝葡萄酒 或者紅酒 他們通常是 那個過程是怎樣為之 是正確的一個過程 也沒有什麼正不正確的 這些過有過喜愛 尤其是美國 美國人喝酒比較隨意 如果你懂得喝酒 尤其是那些酒專家 你倒酒上來的桌子的時候 你倒一點看看酒的顏色 然後他們說要看它 掛不掛杯 然後聞聞它香 但很少見到的酒 不是很掛杯 多多少少 即是快和慢 是的 聞一聞它 那個香的是葡萄的香 酒味的香 嗯 然後試一試它的味 嗯 嗯 嗯 味就是 你喝的時候 將你的酒 全口都浪了 令到你所有的 全口的味道 都感覺到它的酒味 嗯 然後吞了它 看你的口裡的酒味 還可以在你的口裡幾浪 嗯 如果酒味越醇 就在你的口裡 它的味道停留越久 嗯 嗯 當然越久的話 味道越好的話 那些酒是比較好的酒 嗯 那葡萄來說分多少種 都很多種 嗯 我們現在喝這個叫做 Melo 嗯 還有他們 Melo 是一種葡萄的名字 葡萄名來的 嗯 他們中國人有一種叫做什麼 赤豬霞 赤豬 赤豬英文是什麼 Cabernet Sauvignon 哦 Cabernet Sauvignon 其實也是 就是這一種 對 Cabernet Sauvignon 赤豬還是赤豬 我記得做 那些番茄 赤豬 赤豬 是紐約最巨氣派 大型華麗的婚宴場所 凡惠顧婚宴場值 兩萬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送 送禮堂布置 送華麗冰雕 送Open Bar 送小食 送三層結婚蛋糕 送婚紗攝影禮卷及禮包 送本色盛典KTV八折優惠 總之君豪大酒樓 無論晚飯及喜慶婚宴 都是定級首選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我心想喝紅酒不應該用水來 潤一潤會好一點 然後她跟我說 你這樣喝 你是侮辱了我的瓶酒 不是侮辱了我的瓶酒 她說你不尊重我的瓶酒 沒有那麼嚴重 她真的這樣跟我說 你不尊重我的瓶酒 你這樣喝 她說喝紅酒 特別是漂亮的紅酒 你要慢慢去欣賞這瓶酒 你要在跟她溝通一下 你這瓶酒怎麼樣 有什麼 她甚至乎喝到 我一邊喝紅酒 我一邊跟這瓶酒聊天 她就覺得 我剛剛跟她聊天 聊得很好 我無情形拿杯水來 灌回我又由頭來喝 再跟她再聊 這位人兄 你這位朋友 肯定是酒癡 他很喜歡喝 他不只是喝酒那麼簡單 他只是喝到 講得過分一點 或者他已經有些酒科入魔了 你有沒有試過喝點酒 你跟她聊天 走一走 你哪裡來的 我跟酒沒有什麼辦法聊 我只是喝酒 我跟喝酒的朋友有很多辦法聊 OK 她說的不是說不太適合 一定是對 這些是很深奧的事情 你說要跟酒溝通 和酒聊天 不是說沒有的 有這樣的酒癡 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 你喝了那麼久 你都沒有跟她聊天 這些是很細心的 我的人操之大業些 做不到這些事情 你說 你那個朋友就說 你沒有遇到我的酒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喝酒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享不享受當時的環境 享不享受你喝的酒 享不享受你的朋友和你一起 享不享受當時你在場的情況 不可以說我一定要這樣喝 這樣沒有意思 我覺得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什麼呢 三五支的一起聊天聊天喝酒 你說你們有你們聊 我先跟酒聊天 我覺得有點過分 你不如這樣 你把那支聊天的酒放在一邊 把你不太聊天的酒下來喝 那支聊天的酒 有空才慢慢聊 大家就沒有意見 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 你說呢 我們今天是大家聊天 不是跟一支酒聊天 你用來聊天的酒 你拿回家裡慢慢聊天 其實不是的 你把那些酒 酒逢知己 有幾個朋友在一起 你開酒出來 其實大家很享受那支酒 各有各喜歡的飲法 我喜歡喝兩口之後 我喝一杯水來清一下我的口 其實是沒有錯的 你為什麼說他不尊重你的酒 我的飲法是這樣 好像別人喝巴蘭迪這樣 或者喝威士忌這樣 我喜歡放兩粒冰 你又說不放 各有各的飲法 真的 你如果說真的有些酒癡 喝巴蘭迪酒癡 真的 你將他放幾粒冰下去 他真的 他又是跟你變面 他又是跟你說 你 你不是吧 這麼好的酒你拿來溝冰 是的 你不要喝我這酒 他又說得對 這個是喝酒的各有各的文化 你說人家在大陸喝酒的時候 幾好的酒 都是來溝汽氣溝汽水這樣喝 不是溝汽水來喝 我浪費了這酒 我也覺得他浪費了 不過問題是人家喜歡這樣喝 那你有什麼辦法 那你覺得有什麼不同呢 你怎樣喝得出那種酒的味道 就是他喜歡這樣喝 他不只是喝酒的味道 他是喝喜歡當時的氣氛 我喜歡這樣喝 那我又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 就真的要問問他 你喜歡喝酒 你的文化 你想怎樣喝 如果他跟你說 你溝汽氣 麻煩你喝 你這些好酒 麻煩你收起來 讓我給另外一瓶給你溝 這瓶更好 我一般在中國大陸那些人這樣溝 我溝之前 我說你不要溝 倒一杯不溝的給我 我真的是這樣 他溝完才給你喝嗎 是啊 他們一下子溝完 不是嗎 是啊 我一見他溝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溝 你倒一杯不溝的給我 他們就去溝 我就試過幾次是這樣的 我要發現得早 不然被他溝完 那真的沒見過 你沒見過 我就是這樣做 所以你說我特別 他用什麼酒來溝 什麼酒他都溝 巴蘭迪威士忌 多好的巴蘭迪 多好的威士忌 都是用來溝氣水 溝綠茶 溝綠茶 一溝下去就浪費了 不要浪費了那些酒去 我說 你倒一杯給我 我說你慢慢下去溝 我說 你一定見不到 你如果見到那些 待會員這樣做 你就先跟他們說好 不然他溝了之後 再拿上來 那你覺不覺得 我們國內的人 他喝酒真的沒有講究 好像我們 他們還未懂得欣賞這酒 他們只是喜歡 把酒 或者他們那些 所謂的步伐戶 賺到錢了 要show off 演藝 我今天說一瓶美酒 他們不知道怎麼喝 總之交給你喝吧 交幾次 我覺得就很浪費了 為什麼我覺得浪費 因為我知道那些酒 是應該怎樣喝 就比較好 比較正宗地喝 你一溝汽水 溝綠茶 就真的不懂得喝酒了 但好像來說 你那是純的 給他喝酒 你覺得好像喝不下去 就是 所有人喝酒的方法 不一樣 我剛才說過 有些人說 我喝兩瓶酒 喝一瓶水 你就不高興 你喜歡這樣喝 我喜歡這樣喝 他們既然喜歡這樣喝 我不喜歡這樣喝 他溝之前 我就先拿一杯 我不溝他 大家都開心 你有沒有見到那些朋友 他不懂得喝酒 他不明白酒 很多 但是我知道 是很多 他一去到餐廳 他就說 即是說 Waitress 麻煩幫我拿一瓶最貴的 他不知道什麼酒 他就說 麻煩幫我拿一瓶最貴的紅酒 他不知道什麼 他拿來看 他不知道什麼 他只知道這瓶是最貴的 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人 我沒有遇到這個 因為我遇到那些人 全部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你說那些是高官的 紅二代 三二代 我們不認識的 紅三代 我們不認識的 我是普通的朋友 我們去的時候 他喜歡怎樣喝 他怎樣喝 我喜歡敢喝 我敢喝 他喜歡混 沒有問題 他去混 留一些不好混的給我 我可以 每天都很喜愛 你叫各自各混混 你說自己 在一個杯子裡自己混混 是啊 我通常 你放在那裡 整支你沒有混混 你沒有說 你用那些酒 這樣混混久了 他們裏面那些 待會員和待會員 質素不高 他們打算來給你服務 就是把那些東西 慢慢倒在一起 他們不知道 我們國外的那些就不同 先來那些東西 先放在那裡 我要看一下 先驗證一下 你怎知道 你開些甚麼給我 你真的驗不驗不到 那些酒的話 你說來講 他拿出來給你 一瓶是真 即是真酒和假酒 你喝了那麼久 你辨不辨認得到 當然辨認得到 當然辨認得到 到底來說 有些甚麼不同 有些人說 我這瓶酒 即是說好像開blue 那樣款 這個是真的blue 即是他自己知道 這瓶是真的blue 這個是超A的 這個是A貨 這個是B ABC我就不知道了 真假我就知道 他們真的有這樣的分比 我未到達這個地步 我知道真還是假 但他比超A的 你都喝得出 是假的就喝得出 所以超A不超A 你喝得出它是真假 我不管它是甚麼A 總之真和假我就分得出 我喝下去就知道真是假的 味道不同 絕對不同 是差些甚麼 即是說 他那個到底是 口感不同 還是怎樣說 這些是很多種的 是要你 是要你 喝不上酒 你覺得它的味道 這個喝酒的味道 喝了下去之後 你會好像電腦 那樣記憶在你這裏 你要記住那個味 這個是大概這樣的味 你會記得的 你喝得多 你自然記得的 有一次我來講故事 有一次我去到江西南昌 南昌市 朋友和我一起去 去到那一晚 就請吃飯 他的朋友 請吃飯沒問題 他開了一枝很漂亮的法輪地 他說 大家喝吧 我又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很熟悉他們 我喝一口 嗯 我想一想 這是甚麼酒來的 他在那個酒瓶裡倒出來 是那個酒 但究竟是不是這個酒 我又不敢確定 跟著他們講講講 聊聊聊 他說 這個酒我今天才在那個大超級市場買回來 你今天才買回來的 這瓶是假的 我立刻這樣說 這瓶不是真酒 我因為為甚麼 我喝下去有藥味 我還以為你浸了甚麼藥材內的藥材酒 我一喝下去就知道是假 但我又不知它是甚麼酒 可不可以講起講起 這瓶我今天在那裏買回來的 即是說你今天才買回來的 那我就說這瓶肯定是假的 嗯 其他的事我不敢說 真假我肯定敢說 我立刻說它是假的 他沒有聲音 那有甚麼 如果是這樣假就假 我沒得說 我立刻不喝 我怕我喝酒有事 但國內是退不了的 他們的事 我一喝下去 我初次以為它是藥材浸酒 所以我就沒甚麼感覺 你買一瓶藥材酒來大家喝一下 這些不出奇 喝下去聊聊聊 他們說我今天才在那裏買回來的 這瓶酒不知二千多人民幣買回來的 嘩 這瓶是二千多元 我肯定是假的 你絕對是假 平時正常要有甚麼價 不是價錢的問題 這樣的酒 這樣的價錢是差不多的 OK的 但問題是它的酒不是真的 但我又聽說 那些酒呢 如果是喝了假酒 第二瓶酒 頭會爆了很痛 我這些我不知道 因為我喝了少許 我沒有喝 因為你從來不喝假酒 我不喝假酒 我知道它是假的 我絕對不喝 不要說假酒 那些酒不是那麼漂亮 我喝下去 我都不覺得好喝的 我都不喝 我那麼喜歡喝酒的人 我看到酒難喝我也不喝 是實在是不好喝的時候 你何必去監自己做不喜歡的東西 又不是一定要喝的 是吧 還有喝了下去 對你自己不覺得喜歡的東西 你不要去監自己喝 是吧 但我又覺得 有時候那些酒呢 其實你說那些酒好和不好 很關於環境的氣氛的 你說好不好和真假是兩件事 第一 假的你肯定不喝 好不好的話 環境當然是決定的 但不是全部的 即是給一些很難喝的酒來喝的時候 你覺得這酒 在甚麼環境之下 你都當然不是好喝的 你不是說難喝 即是可能一些吸數 沒有那麼高 那當然這個不是問題 那你大家的朋友 譬如說 你喜歡喝一些濃烈少許的 OK 那你可能你身邊的朋友 即是說 那麼喝得 接受得到那麼濃烈的東西 那他可能說 我喜歡一些比較像今天那樣 比較稀少少的 即是我可以 不是稀少少的 即是淡少少的 就是淡少少的酒 他反而他又可以接受得到 那你 即是好像今天那樣 你就會配合他 一起去喝一下你的酒 都覺得是OK 那當然沒問題 而且喝酒 不是說只是價錢的問題 你要看甚麼價錢 買甚麼的酒 你想想那個價錢的酒 你買這個酒 就覺得這個階級 這個階級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專注一定要去喝 喜歡去喝哪一類型 或者哪一個國家的酒 這樣說 喝酒其實是很偏好的 很個人的 還有很個性的 你喜歡喝那個國家的酒 你就喝多些 但是如果你喝紅酒的話 喝紅的葡萄酒 最重要是什麼呢 給多些機會 你自己嘗試不同的葡萄酒 不要只是喝死那幾個 那你才會分別的酒是怎樣的 你經常喝的酒 和你其他酒的分別 如果不是你只是喝死那幾個酒 你永遠都不懂其他酒的 你喝慣了 我經常喝那一種酒 紅葡萄酒 那些酒就絕對不要這樣 一定要開放一點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多些人呢 是他們會很專注 他們不是說完全不喝其他品牌 那譬如說他們已經喝了 這隻牌子 習慣了這隻牌子 而這隻牌子的價格 即是說很接受得到 reasonable 很大眾化 那他們呢 就算怎樣轉都好 我怎樣試其他 但到最後我還是要喝這隻 沒問題 你給個機會你自己試其他 比較一下你自己的那隻 會試 但是你最終 譬如說你家裡的存貨 那我都會傳回 我自己喜歡的那些傳向 對 喜歡的你就傳多些 因為他不想get the risk 譬如說我今天去朋友那裡 那我朋友帶我去 這隻酒試一試 新的紅酒你試一試 那你當然會去試 那喜不喜歡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不想說 我每一隻試完之後 然後我家裡 今次試了這隻 我就這隻來一點 放我家裡 那隻試了我那隻 那你家裡就變成 不是 你喜歡的你才是我們存貨 你不喜歡的就全貴 當然不要 試的酒給你很貴的 和給你不貴的 一般價錢的你 你不一定喜歡貴的那一隻 你喜歡喝什麼酒來配 這個價錢是這個酒 你喝下去 值得這個價錢 你感覺到的 有時候這價錢喝下去 這個價錢喝下去 這個價錢喝下去 這個很值得喝 你會覺得超值 有時候喝下去 這個價錢喝的酒 不值 你會覺得不值 第一是個人的口味 第二 或者那隻酒 有時超值 有時是不值 這個是看你的情況 那喝紅酒 尤其是你想買的時候 我覺得 喝紅酒最高的境界 就不是說那隻酒多貴 是你買到一瓶你喜歡喝的酒 二價錢是相宜的 不會說很貴 這個才是喝紅酒的藝術 這個世界很多紅酒 紅酒幾千百萬種 你不需要說 一定喝死那一瓶 你試試其他一些 再比較一下 還有找到你喜歡喝的 二價錢是對的 你會找到那瓶酒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你會很開心的 即是說 我都這麼聰明 找到一瓶這麼好的酒 二價錢不貴 你會很開心 和你的酒友分享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自豪 介紹他喝 這個酒這樣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有一次我們一班 喝紅酒的朋友 有一個聚會 我的朋友 經常都有 不久一兩個月一次聚會 一起去吃一頓喝酒 每人帶一瓶酒去 有時候這樣的遊戲 將酒用紙袋裝著 然後開著倒給假的 每人試 好像華山輪劍 有些像的 試完一瓶 寫下它 第二瓶 寫下它 試完之後 最喜歡哪一瓶 有一個人寫出來 我們說 買三十元以下的酒 說不明白的 不准買貴 三十元以下 喝了一瓶 這瓶好 一打打出來 這瓶 不准買貴 因為這瓶是百經文一瓶 不准買貴 有一個朋友 拿一瓶太貴的酒 他不是酒不好 才太好 因為他說明是三十元 不准買貴的酒 你跟不同級數 你跟不同級數 你跟這個價錢的酒 拿貴的和這個價錢的酒 就一定好 那瓶是好酒 一喝下去 我們都說好 一喝下去 這瓶這麼貴的酒 當然好 不行 不准買貴 這是不合格 他是好朋友 拿一瓶很漂亮的酒來 但我們的規矩就是這樣來比較 他不虛弱來比較 因為我們是三十元打下的酒 總之給一瓶 每個人都認同是好的 多少錢 二十五元一瓶 那瓶真的很好喝 叫做超值 大家喝下去 那瓶是法國的 那瓶也是法國的 但他是很貴的 是九幾年的酒 他真的很客氣 那瓶這麼漂亮的酒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外國朋友的聚會 不是中國朋友 外國人才會搞這些 中國人不會 就在一起寫什麼 不如喝吧 這些是我們中國的飲酒文化 外國人有時候喝的時候 大家一起喝 寫一下 你那個酒的怎樣 有什麼心得 聊完之後 大家每一瓶 攤開來看 你那瓶好啊 你那瓶好啊 給一二三 給分 你可以增長你的飲酒的知識 這些就是 這些是其中我學回來的一些 喝酒的文化 還有學回來的一些 喝酒的知識 你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是這樣喝的話 你學不到東西的 你要跟別人交流一下 別人會給你不同的意見 他們的知識 比我們廣播很多 他們的喝酒的知識 比我們廣播很多 有一次還請了一個 全世界得 十幾個的 那些喝酒的吸數很高的 那些人 他是其中一個 過來和我們一起 教我們怎樣 就是傾談一下 那些真是獲益良多 其實如果說酒的文化 就是一匹布那麼長 是啊 有段時間都未講得完 有段時間都未講完 好了 我們喝杯 乾杯 好 超哥 你的瓷磚款式那麼新 哪一間來的 不是你老友 Arizo阿明的超瓦瓷瓷 蛤?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瓦瓷瓷瓷 不知道搬到哪裡 超瓦瓷瓷瓷的阿明 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三十周年 想籌借一群老友 歐洲進口的瓷瓷瓷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算 那我去找Erik阿明吧 超瓦瓷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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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节目要欣赏 油甘汁 一定要抢 蓝粒烟三文鱼炒饭 潮式冻蟹 红酒烏牛尾 极品鲍鱼鱼煲 及角色山滚靚粥等等 周一至周五晚餐九節 周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車場免費停車三小時 晚上茶室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省羅斯福大道 136-20號三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 718-358-3388